HELLO 歡迎回到曲面實驗的頻道 我們這次要介紹的是這張蝴蝶椅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蝴蝶椅的改良版 就是我在上面布滿了六邊形的紋理 那個多邊形的 六邊形的這種 靈面的這種紋理 那整張椅子都是 那要怎麼做到這個呢 首先需要一張完整的蝴蝶椅 這張蝴蝶椅很經典 就是柳宗里設計的 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它背後的一些故事 那一樣我們就先從柳宗里這個蝴蝶椅的造型開始講解 所以前面是用 RHINO去做一些繪製 那我在這裡已經先把 RHINO的新檔案打開 然後我的圖已經都找好了 這個圖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官方的一些網站 然後可以把它插入進去 OK 那就開始做瞄圖的動作 那我首先我習慣都會從 終點啊 就是圓點這裡 畫一條 類似中心線做個記號 這樣比較容易看 然後呢 這個地方從這裡畫一半的線 它左右是對稱的 所以我只要畫一半就好 那這個案例還蠻容易做的 它只要用控制點曲線 畫三條線就可以了 我先從這邊畫過去喔 這樣 好 那我 會從 好 沒關係我先這樣畫 好 好 然後這條線呢 我稍微調整一下 稍微調進來一點 因為它是有一個厚度嘛 它是偏移一個厚度才造成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畫的是最內側 所以是要 對應內側的這條曲線 OK 那這地方求瞬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怎麼把它密合在一起 我會解釋一下 這地方這樣調好 好 那我就是目測的順暢喔 在這裡不講這條曲線 的順暢程度 我就這樣目測 覺得這條線漂亮就可以了 啊這個地方 我先把它近射到對面 外軸 好我先看一下這個地方的間距啊 那通常我會 喜歡 把這兩個點這樣 輸入0 好等一下輸入0 它就會共點 好 這個也輸入0 你看它就更貼了 好 好 然後可以 再去調整 我把這邊刪掉 好 就這樣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點再拉上來一點 好 然後 再細細的微調一些地方 OK 那這個 如果很介意的人 你可以把這個點拉過去 超過去沒關係 讓它貼平它 好 那我就讓它留一點點空隙啊 好 好 然後接下來畫第二條 把這條線Ctrl-C Ctrl-V 好 然後這是第二條 來把這個控制點 往這邊拉 嗯 就可以 讓它是內側的這一條 這個地方啊 為什麼我用 同一條線去調整 因為它等一下放樣起來 它的那個 曲面 的結構線才會相對應的位置啊 嗯 就這樣 然後上面幾乎就會 很貼近 啊 完全就是完全一樣的弧度 OK 好啦 然後 這一條線是兩側的 所以切到透視圖看一下 那我這裡有 右視圖嘛 所以我右視圖這裡也做一個 把它用到這裡 直接移動過去就好 你會發現我的影片喔 其實我盡量都用操作走操作 因為它實在是太方便了 欸它是32對不對 啊 所以我們可以用 快速一點 -10 160 好 這樣圖沒有準耶 那我就用手動吧 好 然後近射 到 對面 歪軸 好 這樣看一下 三條線做好了 好 那這個案例很簡單啊 曲面的 偏移 啊 說錯了 曲面的放樣 之後再偏移 啊 多想了一步 然後之後再偏移 好 那偏這邊 那這個距離呢 我確認一下 這個距離大概是 十 十五吧 我不確定 啊 十五太多了 十 十 好 十好像也有一點多 啊 不過 ok 沒有影響 反正這個我也不知道它正確的版後是多少 好 那你只要看這個地方有沒有出錯 這樣就可以 我把它用成八好了 好 這樣 就是一個實體 然後你可以近射過去看看 看一下比例 好 就這樣這個造型就畫的差不多 那我們接下來就追加一些細節 一個細節就是這裡有弧度嘛 所以就畫一條曲線把它切過去 然後畫完這條曲線切完之後再倒圓角 好 所以 給一條直線從終點這樣 那我的喜好是這樣 畫完這條線之後重建 變成三個點 二階 然後把這個控制點往上拉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條曲線了 好這個不要超過去這裡喔 因為你要切嘛 所以一定要切在這個面上面 它是一個淺淺的弧而已啊 那這個地方從哪放在哪邊都可以啊 我們就直接這樣畫一條 把它擠出變成面 好 然後接下來 我用分割的 我比較喜歡用分割 然後把不要的地方刪掉 然後這裡倒圓角 上面倒圓角 好 那我 那我 做一個圓角 我用10看看 好 10太少了 30 好 一欄看一下 好像 蠻合理的 我看一下這個仕圖 好 這個30太小了 50 它其實這裡有 從這裡就這樣拉過來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得很像的話 可能 這個要再畫一條曲線把它切過去 好 那我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近射到對面 好這個案例非常的簡單 好 那接下來我畫其他配件的部分 好 把這兩個物件複製過去 然後這邊隱藏 好 然後從 前世圖 畫這個桿子 就畫一條直線從終點 好 鎖定格臉就可以從中間了 好 就這樣 畫大概 到 看你覺得這個長度到哪裡 好 這樣 OK 然後實體工具做一個圓柱 好 我也不知道多大 大概6好了 6太多了 4 這樣 好 好 那這裡有突出去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它會有一個銅扣 就是 這裡 會有一個扣子 上面有一個扣子 所以 就畫扣子吧 我把這個隱藏 然後在這裡找一個中心點畫一顆球 中心點 然後一顆球 球 球多大多小 給一個7好了 這樣 然後把它叫出來 那這個銅扣呢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材質啊 這個 這裡自己看 這個大小 自己決定就好 然後這個地方有兩顆 然後我先複製一顆過來 好 我先用這一顆 那它有點扁扁的 所以我就 直接這樣調整就好 然後有點斜斜的 就這樣調整就可以了 OK 它就 在這裡有一顆 然後上面這兩顆呢 從右視圖這邊調整 就找一下位置 這樣 先調整一顆 這地方也讓它扁扁的 進來一點 這個理論上應該是平的啦 然後從這個視圖 進射 歪軸 然後再從前視圖 再進射一次 也是歪軸 OK 好啦 這樣就把所有的 還有這個銅扣油 進射一下歪軸 然後把這個參考圖先關掉 我們看柴線模式喔 OK 這樣就沒有問題啦 然後中間如果你很 介意這個地方的形狀 你可以設計一個坐墊給它 我記得原廠好像也有出這個坐墊 就類似的 那就 這個地方 畫這個坐墊呢 不一定要用什麼 Ryno的工具畫 因為現在Ryno工具很多元嘛 應該做設計應該是這樣 用 好用的工具 做 擅長的事情 所以從上市圖 這個已經做好了 我把它全部再 複製到一個新的圖層 好 這是我的習慣 好 我把它鎖定一下 或者是用圖層鎖定也可以 好 那我再開一個新圖層 把這個圖層鎖定 那這個我就打 打 蝴蝶凳 蝴蝶椅 蝴蝶椅 完成品 它的 尺寸高度大概是凳子的高度 比凳子的高一點點 那這個是打坐墊 OK 鎖起來 然後坐墊 我就通常我會 在這裡有SubD工具嘛 我就用這個工具 建立一個立方體 然後 中心點 0 那就畫一個大概一個立方體這樣 然後高度 從前視圖 就大概這樣 好 很簡單 可是因為它這樣太簡單了對不對 沒辦法去調整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 開鏡射工具 把它鏡像 歪軸 然後再增加細分 我把它細分一下好了 就大概這樣的 控制點 左色模式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就可以去調整 你可以看到這樣可以去調嘛 對不對 然後調這邊的點 拉出來一點 拉寬一點 這樣就比較方一點 然後這邊稍微這樣調一下 然後尺寸 調準一點 OK 然後從前視圖 這地方 稍微押下去 這裡押下去 然後這邊旋轉一下 它就比較貼合了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控制點不夠 沒關係 就再增加一排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 插入一整排 這裡一排 然後這裡也再插入一排 那這樣你是不是 造型可以調得更細膩啦 這地方稍微 拉出來一點 這樣 這個 比較柔軟的這種 做墊類的啊 就沒有這麼 要求說你尺寸一定要怎樣 你就大致上 讓它擬合 好 subd就是用起來 這樣就是很自然 好 那你覺得這樣太薄 好 看一下 覺得太薄了 那就給它厚一點 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直接 阿我整個把它這樣稍微 拉厚一點 好吧 這樣很容易操作 這樣稍微厚一點 感覺做起來比較舒服 好像 講到好像真的 真的有這把椅子 在旁邊坐有沒有 我記得我當初去 日本玩 看到這個椅子 欸 日本還賣蠻便宜的 比台灣便宜一點 撐現在日幣碟 大家說明可以先換起來 過一陣子就可以去日本 扛這個椅子 我把這個地方 稍微把它對齊好了 看一下效果 會不會好一點 欸 不要好了 就這樣 讓它自然的一片 好 OK 然後 看一下又是圖 好像太高了 那我拉下去一點 好啦 這樣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 側邊 想要讓它更方一點 那你就在SubD 裡面去 做文章啊 這個案例沒有講 SubD 我只是要跟你說 我們可以這樣混合運用 然後把它解散 它的 對稱 解除對稱 那這裡呢 這裡是有一條邊緣 如果你 對這種 坐墊 皮革墊的 東西比較有 概念 他們都會有 一個 一圈 好 皮革的那個 滾邊 好 所以用這個 複製邊緣 點這個 點一圈 這樣 然後 就可以把這個邊緣 抽出來 然後 實體工具 圓管 我用半徑1 好 這樣就有一圈滾邊 好 OK 蛤 蠻自然的 它剛好就在這個 半圓角的一個部分 這個如果你覺得不滿意 你就把SubD的 邊緣再調整 或者是 再去改變它的造型 就可以得到比較 更接近 這種 縫合 皮革件的這種感覺 我剛用半徑1 我用1.5 好了 讓這滾邊有點存在感 OK 好像太多了 就1吧 OK 好啦 那這樣這個案例就到 這邊 就做的差不多 那如果想要上材質 或者是要上一些 其他的一些效果 你就再自己去延伸 那 主要要解釋的是 這個Grace Harper的這種 怎麼做出這種顆粒的一個改良版本 好 等一下 如果對Grace Harper有興趣的 就繼續看下去 OK 好啦 那這個案例就解釋到這邊囉